《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瑩 香港今早繼續受到東北季口風的影響 天氣都比較清涼 一齊看看今早7點多時 各區的氣溫分佈 普遍是在15度至18度之間 大家一旦出門口的時候 記住要穿件外套 不要動襯 至於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得到 一道雲帶只是覆蓋在華南地區 今早在維港望吹 都可以見到天上的雲層比較厚 但我們預計日間雲層會稍微轉薄 我們還有機會見一些陽光 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預計今日會大致多雲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早晚天氣清涼 另外早期氣溫會上到大概19度 風勢方面吹黃緩的偏北風 初時離岸風勢會清淨 至於未來一兩天的天氣 在預報圖我們見得到 未來一兩天 華南地區仍然會吹著一些偏北風 天氣比較清涼 到下個星期初的時候 會轉為受到一股偏東氣流的影響 到時氣溫會稍微回升 所以展望方面 未來一兩天我們會在多雲 早晚天氣清涼 下個星期初的時候 氣溫才會稍微回升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